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周一股,身边的嘉宾,请来Stanley 和我们推介他的深水股份 Stanley,你好,大家好,Vicky,你好 先回顾一下上次你推介的中远海运517 旗内行指升了737点,上升了2.37% 股份方面的表现,是跑输行指跌了3,跌幅有0.94% 看看买入建议 当时建议的买入价是现价,目标价是4.8 中午收市价是3.13,期间的波幅是3.12,最高是3.18 已经可以买入了,但未到目标价是否先拿着呢 这一股真的令我失望 失望 当然了,你可以说上一股市上升了这么多 它不移动,都有些情有可原 因为这一股一向都不跟着市去走 上一次上星期的时间 我都说这一股是仓海违珠股 你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人认识的 而且它的价值是要慢慢称 可能是有的,但未发现出来 所以现在有货已经买了,所以先拿上去 为什么要说目标价定到这么远呢 最主要是因为公司本身持有的现金值 找现金值,都说是4.4 你可以说这间公司的价格是不合不合理的 不过投资市场没有说合不合理的 今天刚刚我们也说起码都升个傻出 对啊 都可以看看有没有资金去炒作 但怎样都好,中央海运国际本身的基本面 虽然不是叫好,但是钱多,资金比较多 所以有货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插着它,不怕的 嗯,继续留意着它是潜力股 我知道之前,在2016年 Stanley也推介过一只叫新二网 很多了,这样要推介 对啊,对啊,对啊 但我觉得你好像有一些新的部署信 对啊,没错 这一只都是我叫做今年的推介股 十大推介股份之一 而公司在今年,年初至今 表现都不太失严 跟大市差不多 但是公司在今个月 刚刚搞了之前的时间 有个宣布的 就是说呢 终于成功转版了 就是在1月22日的时间 就转去主板上市 在当日的时间 其实也没有缘 昨天的时间 股价也有一些逆市做好 今天也有一些 semi的上升 但是你也可以说 这个主板的消息 对于公司来说 是一个比较是正面的消息 因为如果你认为公司的本业 即是做一些叫做Data Center 以及本地比较大的一家 叫做营养商 也可能有机会说 在那一段时间 吸引一些基金去部署 所以我觉得它的钱 已经是良励的 当然了,现价的P 就不算是很便宜的了 都算是40倍了 不过我都尝试和一些同业比较 因为美国有很多这类型的公司 我的估值比它更加高 有个别更加是100倍 但是那些是那些传球最大的 就是比较大的公司 可能做到一个比较 但是如果以公司的潜力去看 又真的不差 所以大家如果有货 因为我记得上一转的时间 都可能4个多的时间给大家买 你说有货就先拿着 我都有货 我都是小人有货先拿着 但是如果你有货 看看有没有机会 6元拿下的时间 才再做一些的部署 不过可能都要等长一点的时间 看到升穿6元都有一段时间 是的 所以都是没有的 这些股份都作为年度的推介 都可以给一些耐性的 拿着先的 只不过市场在这几天的时间 有些真的太激烈了 有些真的太激烈了 是啊 看回今天的市场 昨天就一跌了 但是今天就回涌回 升过400多点 这些股份很高劲 是啊 它又再创高位 但是如果在大市这么刺烈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应该要如何选择 选择? 不是,我这一只股份其实都可以 不过今天就撞鬼了 是客户市跌那么多 不怕 这些股份昨天的时间 都是叫做跌至内线的 下跌至收市之前就上回 我都开猜哪一只 大家可以按一下 看看股份发生什么事 就是425 敏实集团 它现在的股价都跌至3% 是,小小而已 一阵而已 那敏实集团先介绍一下 它主要就是从事汽车装饰条 没错 汽车装饰件、汽车零件的设计 制造、销售等等的业务 我们也看看同业汽车股 在2017年的表现 看到整体汽车股的股价升幅很大 吉利汽车升了2.7倍 华晨中国升了9.7倍 广汽集团升超过1倍 北京汽车升了5.5倍 长盛汽车升了3倍 我们也看看汽车领部件股的表现 其实那个升幅很强势 就是敏华,敏华升了1倍 信义玻璃升了5.4倍 奈西特升了1倍 福耀玻璃升了4.2倍 其实看到敏华的股价表现 敏实,敏实 敏实,敏实 那个股价表现 在同业里面都比较突出 但是升了这么多上升 其实上升的空间还有多大 都可以解释一下情况 因为以上年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 汽车版块的表现是很好的 但是汽车一些零部件的公司 业务的发展 其实都不差 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你说好像奈西特和敏实 其实业务的发展 都可以说是和汽车公司同步 当然你说增长方面 就没说它们那么厉害 个别来计算 不过因为汽车这个版块 大家都知道 今年大家都说 什么新型汽车 这些 还有需求量方面 都应该可以持续下去 比较稳定些 这样持续下去 所以按道理 这些我们叫做 汽车联户经济的股份 按道理也是会受到的 好,我们都看一看敏实集团的 中期业务表现 其实看到表里面 期内整体表现都是普遍上升 看看营业额 它就升了2.5% 毛利升了2.3% 股东应佔日利升了2.9% 唯独毛利率就跌了0.62% 顺利率就上升0.55% 其实除了毛利率之外 其他的表现都很好 但是为什么毛利率的表现会下跌 你是不是因为成本增加了 是的 因为如果你看看公司 叫做去年上半年的业绩的表现 都真的叫做OK的 你可以说稳步地上扬 它的增速又不算很大 但真的可能有大概三成左右的增长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公司也是能够继续在增速方面 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你说毛利率 为什么会有下跌的情况 其实下一版好像有点 解读一下 先看下一版的情况 因为如果你看看过去的时间 公司本身有些老的 可能有些产品比较上去 有些过时的产品 他们有个叫做减负存 要出货 所以令到那个产品的价格方面 有些叫做下跌了 另外就是原材的价格方面 也叫做升了 你要公司的毛利率 有一个叫做收窄的情况 但是如果认为公司过去的发展 其实又真的不差 因为公司的业绩 你说不要说今年 是过去这五年的时间 其实平均来说 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 就是要保持着增长 另外就是说 其实公司他们做的业务 你听到它就好像是 好像比较 有些很轻型的东西 例如一些什么 例如一些叫做装饰条 就是什么为了装饰条 例如好像一些胶边那些 例如一些汽车的防水胶边 另外一些叫做装饰件 例如好像一些手刮和手架 甚至好像车身结构 例如一些装货的钢架 这些你听到它都好像很轻型的东西 但问题是说 这些虽然好像不是很显眼 但每一辆车里面都不好滑缺 还有就是说 很多时候这些车 因为车封会不同 变成了一些内装的结构 也不同 尺寸方面 也不可以有丝毫的分叉 因为假设 可能有些差别 例如有些货 可能是货 可能是品责不得的时间 变成批货 甚至乎 你放在车里面 即是胶边长了 便会有机会浸水 所以你可以说 这些零部件 看上去好像没有很显眼 但问题是 不容许任何错 所以看上去好像很低 但其实也不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技术 而公司在这些结构方面 这些业务方面 都可以说是内地市占率方面 排第一 超过三成 其实公司很有趣 这间公司和内瑟特 都有一个相伦之处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订单的数目 如果以文实惠例 现在手务上订单的数目 是865亿 其实这个数目 如果你将它是量化的话 其实公司一年的业务方面 大约是百多亿的 意味着即使在资料的时间 公司业务的业务 叫做燃业額 都可能有过两成的增长 也好 如果要消化这批订单 都应该要4至5年的时间 所以可以反映公司和内瑟的发展 都有一定的支持 通常这些汽车 通常有一个新款 就是车盘 推出市场的时候 可能是由设计 甚至乎零部件的设计 那些设计 那些要推敲到几年之前的时间 所以可以说 公司这些订单的数目 都会继续上升 所以可以反映 其实公司未来的发展 都有一定的支持 好 但是看到这些数据 其实我想问一下 那个订单 有865亿 其实和同业比较 这个是否算厉害 其实你说 如果以同业比较 因为公司的同业本身 香港上市里面 应该只有他和内瑟特 大概都做一些 汽车零抹件的一些反畅 但是到一些数字上 披露 就只有他这两间 内瑟特本身 做一些车轴的 它有些不同 所以都比阿拿 是有些比较 但是通常我们就会说 就是他订单的数目 和他的营业額 那边有些比较分 因为如果你假设 只是照顾的数目 如果你假设 他的营业額 一年是80亿 的话 你除了一条数目 变成他这些单 都要成几年去消化 所以如果你只要在 之后的时间 保持着一些新单 是回来的时候 这个数目都会越来越多 当然 有些数目 因为你本身 要出货的时候 有些减少 但是你可以说 这个数字 反映公司的未来 这几年的发展 都不会怎么差 好 接下来我们也看看 第二个因素 就是敏实受惟 耳女代干 可以帮助改善他的毛利率 轻量化技术 成为了发展趋势 亦是厂商核心的竞争力 但其实轻量化 对于企业的盈利 有什么大帮助呢 其实轻量化本身 你说对于企业的盈利 帮助大不大 真的是两体 但你只可以说 这一样叫轻量化的技术 对于很多的汽车新单商来说 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因为你看过去的时间 大家有时间讲 车的效能会好些 甚至用油量那边 可以叫减少 当然你可以说技术上的提升 是做到这一件事 但有一件事是说 如果这辆车本身 是轻型一点的 什么意思是轻型一点 就是说 如果这辆车本身轻一点的时间 你的推高的力度 其实不需要那么高 其实应该说 耳女代干 这一件事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本身你说干 就是干 甚至乎是干 甚至乎是干 其实干是重的 所以你可以说 当你重的时间 你的车可以怎么省也好 这些位置怎么省也好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用了铝去代替的时间 变成某些结构 其实会轻轻 所以你可以说 现在我们讲一些 譬如说 现在的车可以轻轻 比较好些 甚至大家说 现在讲一些 无人车 有些叫环保车 其实很多都是开始主要用 这个 旅製版 旅製产品 但问题是 本身这件事 的技术更加难度高 因为铝本身 如果你以后 可能是一些 化学东西 干是硬的 可能要耐撞一些 本身没有那么容易变形 但是铝又不同 铝本身 因为它的容量比较高 很容易有机会氧化 甚至乎 有机会变形 所以那个工序 其实是一些难度 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但是铝本身 真的有这方面 一些实的技术 而且 你看看今年 或之前的时间 其实公司的 旅製品方面 的出货量 其实都比较高 也可以说 中期的时间 都佔了它的 增长方面 五成以上 现在佔了集团的贡献 那是两成左右 而今年 是更加到三成 所以你可以说 只要有这一件事 我想这个业务的发展 对公司画后的帮助都会比较大 嗯 好啊 那我们也看下一版 是 就是见到耳磊代光的优点 是 刚才Stanley都说了 就是那个氧化技术 其实都开始有一个突破 是 没错 另外 类製品的毛利率 也都较传统的不受钢为高 是 另外它也拿了奖 很厉害 其实是 如果以敏实来计 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强的地方 就是 其实它的客户里面 它不是说 它以往的客户 不是集中在内地的 那些叫做汽车生产商里面 它有很多是可爱市场的 其实你可以说敏实 它的客户主要 是一些叫做国际的客户 就像宝马 福特这些 就是它的客户 你刚才说了 二女代干 那次他说得很厉害 那你有没有什么 证明它真的很厉害呢 其实 因为之前的时间 这个宝马 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中高档次的 一个公司 他给了奖 这个奖 银实的之前力 已经较到之前的时间 就是这个全球供应商 质量创生奖 这个是最主要的 交易翻试 就是它回到铝园床那边 即是铝园床那边 就是铝园床那边 有些比较好的表现 才给它这个奖 应该是第一间 中高的供应商 有这个的殊榮 所以你也可以反映 就是说 第一这个奖 有两个情况 第一 反映公司的质量是OK 第二 就是说 跟没什么的关系 其实是很利益 很利益 真的很好 所以你可以说 对于公司的发展 其实相对比较有利 另外也可以说 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智能化 就是用很多 可能你说 机械去生产 那就是令到 甚至乎 那个移民的支出 有机会是会降低 即是他们来到的成本 也会越来越下降 是吗 是呀 没错 有机会可能 也会再降下去 不过当然 这件事可能比较长远一点 好啊 那我们也看看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就是因为 敏实积极开展更多的客户 其实在过去 他都没有在中国自主品牌车企功货 主要都是因为内地品牌出名的车型不多 还有市场都有些饱和 所以敏实主要是针对美系的客户 也都积极开拓日堂系的客户 这个开拓其实对他的盈利有多少增长呢 还有现在其实人民币这么高 对他出口会不会有些影响呢 有些影响 不过你可以说其实敏实本身 他那些客户就比较多元化一点了 刚刚也提到 你可以说很多国外的公司 都是他的客户 现在也都说公司 可能是因为见到内地的汽车行业 发展都比较高 所以在16年的时间 都开始跟吉利、上汽、广汽等 有一些合作 现在他里面有一些单 都来自借话内地方面 这是做到这个效果的 那人民币的汇价升对他有没有影响呢 按照你会有 不过问题是 公司本身的生产 即是生产的生产线 就不是集中在内地方面 亦都可以说是比较多元化 甚至可以说是很多地区都有去的一些厂房 所以这方面的影响变相 也可以说得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我也预计 公司的股真相 有机会自然下去的 嗯 好啊 但是说了这么多利好因素 其实有什么风险呢 投资者是要注意的呢 其实你说论到股价上 它又不算是贵的 反而反而第一次说 大家对于它的业势的期望是高的 所以如果这一旦它的业势 出到来 可能不是很对板的时间 又可能令股价有些影响 另外就是说 因为大家现在都看到很实际 就是说内地的汽车销售的情况 虽然 你可以说本身的客人 就不是单单集中在内地方面 但是也有机会因为 可能我们汽车的消购比较差的时候 都会拖累板块锅的情况 所以这些风险 大家是要留意的 嗯 好啊 我都知道其实有很多大行 都预测敏石 今年它的市盈率是有16倍的 其实不高的 对啊 还调升了它买入的评级 其实如果想买的话 应该要怎么部署呢 今天的跌希望是一个机会 因为真的叫它今天都回到比较多 不过我都会建议大家 大概是45元 还有一个卖入价 目标价在53元这个位置 暂时是42元做指示位置 嗯 好啊 记住留意它的走势 新闻有没有持有提及股份 持有新意望的 好 谢谢Stanley和我们分享 这节目差不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的直播节目 稍后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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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